说你马上要过上那种 就是完全自由自在 那种不用想排球那种生活了 然后突然您现在用上国家队 就一下那个反差太大了 所以就在这方面纠结很久 后来就是说 国家还是挺需要你的国家队 然后呢像我们这批老的 就是你一个人还就是在第一线 还能做一点事情 就最后吧就是那种责任感 其实还是占了上风吧 再加上我这人心比较软着 然后领导一次次特别诚恳地来跟你谈 我就觉得哎呦 我要是再拒绝的话 好像面子摸不开了是吧 有点 我觉得其实还是一份心意吧